You just make me feel like shit sometimes I think you should start to know that Because as soon as you do you can start to accept Then you're the piece of shit Now fuck you Hello 大家好 終於來到第七集的cafe series 今次第一間要介紹的 就叫做呼吸星球 它是在土瓜環碼頭角度的一間咖啡廳 周圍都在車房的街道上 竟然出現了一間超懷舊的cafe 原來前身是歷史悠久的白宮冰室 水巴上方還保存了白宮冰室的經典招牌 我們那天星期六三點去排隊 都要排了整個小時 但原來發現是可以預約 加到我們還以為weekend不能預約 Walk in了 不過坐的位置就隨緣 如果你幸運的話 就可以坐到他們外面窗邊的卡位 但我們這次這個卡位都不錯 旁邊的牆都很有特色 這間cafe其實我自己真的挺喜歡 是我數一數二覺得最漂亮的特色咖啡店 它超級多一些古董玩具 以及一些70年代的裝飾擺設 食物其實蠻好吃的 不過價錢也是偏貴一點 例如這一杯Rose Latte 要64元一杯 而食物方面 我們就叫了這個A4的石壇和牛蓋碗定食 以及一個香蕉朱古力雪糕鍋 我覺得兩樣食物都不錯 最後也提提大家 星期一和星期五都只有咖啡喝 所以記得這兩天去的話 是沒有食物的 第二間要和大家介紹的 就是這間超級熱門 叫做超超食堂的日式食堂 其實進去的時候 你覺得空間感非常大 你不會覺得很擠勇的感覺 它也結合了 塔塔米和水泥等等和風設計 所以進去其實很有家的感覺 首先說一下網上月 逢星期一 其實會開放一星期的預約 其實去到五分鐘以內已經敷了 塔塔米桌 二人和四人桌 只有割兩張 所以如果想坐塔塔米位的話 也是隨緣的 雖然我們就坐不到塔塔米位置 但是我們也選了一個比較特別的位置 如果不是的話 就只可以坐巴桌 或者一些平常的桌 食物水準上面 真的超出我預期 因為真的很好吃 它這個三文魚的休暗燒定食 哇 真是超好吃 它的三文魚是充滿柚子味 還有這個肉汁真的非常柔軟 而且它保持著魚的肉汁 所以現在說起來也想吃多一次 而豚肉定食也不錯 它豚肉是用味噌湯煮到非常非常入味 加上配菜方面 它們也採用了本地的新鮮蔬菜 這個白色的粟米是超級超級甜 而這個肉桂葉牛奶也是非常推介 如果你們很喜歡Cinnamo的話 這個一定要試 另外甜品方面 我們也點了抹茶的Roll cake 抹茶也是非常香 而且一點也不苦澀 它食物的菜單 偶爾都會轉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試試其他不同的食物 第三間就是這間 叫做Preface Coffee的咖啡店 其實它天口已經有一間咖啡店了 而我們這次去這間分店 就是位於中環的威靈頓街 有兩層這麼大的咖啡店 相信如果大家經過中環的話 可能都會被這句quote How's your coffee today 吸引 其實它們背後是一間寫coding的公司 既然是一間寫coding的公司 它們的咖啡當然是透過AI沖給你喝 其實它們這間咖啡店 是以coding和big data去做concept的 當日會根據客人落單那一刻的天氣 時間 以及當日全球新聞頭條的快樂指數去調製 真正把這個科技融入生活中 還有咖啡上面的標籤 都會顯示當日的日子 和咖啡的nutrition facts 但坦白說 其實我覺得一杯咖啡是一般的 不算真的特別好喝 但如果大家覺得它們的概念很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看 最後這一間 如果你很喜歡吃bago的話 一定要聽我說 最後這一間就是位於guinea地城 叫做for single的cafe 有個朋友看到我去這間cafe 就馬上迎頭 是不是給我這些單身人士去的呢 其實for single的意思 不是說給單身人士去的 而是for single是指它們定期 只會推出單一品種的咖啡豆 所以它們每兩個月就會轉一次豆 加上它們還有六種不同的充法 給大家選擇去怎樣喝你杯咖啡 除了coffee lovers會喜歡這個地方之外 哇!這次真的要說它們的bago 它們的bago OMG 這次我和朋友一人點了一個bago 有很好吃的bago 而且它的賣相也是排得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真的想去吃東西的話 真的要試試它的bago 所以下一次我都會回來試它的bago 和下一期的咖啡豆 如果大家繼續喜歡這個cafe series的話 記得按LIKE我 如果你看完這條片 但你發現原來你還沒訂閱我的 那你記得訂閱我吧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 拜拜 拜拜